全球现场关键是北韩又是射飞弹了更多的重点内容把时间交给真容 好大家好 晚安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来看这个最新消息 这是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就表示说 北韩今天向东海发射了不明的弹道飞弹 可能就是要抗议南韩至今举行的这个护国军演 韩联社就报道了南韩军方现在在分析的是 飞弹详细的参数还有其他的数据 其实南韩军方呢从17号开始到今天为止 进行了大规模的护国军演 当然也是惹怒了北韩 北韩选在这个军演的最后一天来发射飞弹 可能就是对南韩军演表达的抗议 而这也是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 北韩首度试射飞弹 实际上来看到的是美国拜登政府 现在发布了他们最新的国防战略 好还是点名了中国大陆是头号威胁 扩大军队发展核武威胁 这是10月27号美国国防部 他们公布拜登任内首份的国防战略 内容也显示说中俄是为美国的安全 带来危险的挑战 中国大陆是被定位为 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的对手 另外俄罗斯则是严重的威胁 大陆大规模的发展核武目标 会在2030年前拥有至少1000枚的核弹 这是他们的国安的战略的国防的内容 而他们认为说对台湾的挑衅的行径恐怕也会导致误办 但是在此之前拜登其实他26号的时候 才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呢 他是首度发表的谈话 他说呢其实美中现在是不需要这样子的冲突的 虽然说双方是激烈竞争 但是不需要的是冲突 但也说呢美国是要保持军事优势 但是清楚的是不寻求冲突 而习近平呢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也是在昨天26号的时候他也谈到了美中关系 他说在这样的新时代的变动之下 中美应该要找寻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 既有利两国又造福世界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白宫的这一份国防战略 当然还是点名中国大陆是威胁 所以呢恐怕美中未来要合作 也是会有一些些的歧见的 而持续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政界 现在是频频打出了抗中牌 这是联邦参议员获利 他上周就提出一个法案 他就呼吁说就新疆种族灭绝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要制裁习近平等中国大陆这些高官 获利就宣布提出说新疆的暴行制裁习近平的法案 那法案认定说习近平就是新疆种族灭绝的共犯 应该就此来向他究责 并且提出一系列的制裁 而美国的新闻媒体就独家披露说 获利宣布提出这样法案的时候 办公室24号是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大陆驻美大使馆的抗议来函 批评他是干预中国大陆的内政 再要看到的是美中之间也在这个晶片的部分是持续了科技上的来竞争 护国神山台积电可能遭到分拆成为最近的热门话题 拜登在今天就表示说因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减少对亚洲的晶片供应商的依赖 并且限制中国大陆取得晶片制造技术 那么拜登他也公开的表示说习近平对美国加强 国内半导体的生产感到相当忧虑 不 matter where you live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making these chips in america is going to help lower the cost for families looking to buy a car to replace your washing machine get a new cell phone it also helps companies outcompet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ve heard from Xi Jinping that he's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that no, I'm not joking it's not as I told him, it's not about conflicts about competition and we're back in the game, we're competing again in a big way 拜登发言选在美光科技的一座设施里头来发表 美光也计划在晶片制造会投入1000亿美元这样子的资金 拜登表示说这要投资是受到晶片科技法案的刺激 他还说光是美光的投资就会让美国在全球存储晶片 还有生产的份额增加了500% 不过美国的晶片科技法案主要是让美国减少对亚洲晶片 晶片制造龙头包括台积电的依赖 而这已经引发了包括了南韩还有日本这些海外国家的担忧 其实来关注的是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人事布局 现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共中央决定李强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 还有这个常委跟委员等任务 现在是由陈吉宁他要兼任的是上海市委委员跟常委还有书记 陈吉宁现年是58岁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大里头呢 现在陈吉宁他是当选为中共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随后就当选为第二十届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其实陈吉宁他过去是在这个出任大陆的环保部的部长 还有北京市委副书记跟北京市长这些职务 香港媒体现在就分析说陈吉宁担任北京市 是长期治理这个空污有功 所以现在也转任为上海的市委书记 持续关注的是大陆疫情 大陆最新通报是单日新增了1337例的本土确诊 而在西藏这边呢 其实从8月以来已经封城了两个月 当地也爆出了这个物资缺乏这样的状况 民众就走上街头来抗争 反对持续的封控 福州成为新一轮的疫情热点 官方就下令全市不得有聚集性的活动 封闭了36所大学 西藏拉萨封城两个月 粮食不够染疫者也没得到足够的医疗 藏民们按耐不住走上街头抗疫 大陆单日新增1337例本土确诊 福州成为新一轮疫情爆点 此次疫情是从酒吧蔓延 官方下令全市暂停举办一切聚集性活动 另外也封闭36所大学 失神原则尚不出效 广州淘宁疫情多所大学封闭 青海西宁因封控一颗白菜卖250元 然后人传饿死 当地一出商场因确诊者足迹紧急关闭 民众在PCR结果没出来前不准离开 只能打地铺睡商场 网上也流传公课变隔离点 民众在便池前躺成一排 核酸检测更沉了 每天的日常 大学生冲刺奔跑 抢做核酸 小学生唱起了 我们一起做核酸 一群小朋友背诵而歌 我们一起做核酸遭网友骂翻 痛批这是宣传过头 不过疫情之下 大陆倒是无处不核酸 武汉一猪肉批发商引发传播链 涉及当地一处批发市场 连猪肉都进卖 鸡蛋也得测PCR 不仅食物就连汽车跨省移动 也被民众拍下 需配合防疫 打开引擎盖测核酸 无所不测 心灵到底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